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流感疫苗开打 针头打下去 小朋友忍不住暴哭 台北市长讲完案抱起小女孩安抚 小女孩就瞬间不哭了 台北市卫生局提醒 公非流感疫苗开打 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 及六个月以上婴幼儿等 十类对象接种 呼吁符合公非流感疫苗接种资格的民众 配合开打期程 尽速完成接种 这一次我们特别在安排上面 包括了COVID-19 新冠疫情的疫苗 我们流感疫苗 还有肺炎烈球菌 一起来规划 为我们市民的朋友开始施展 那入秋之后 都是我们流感爆发的机器 所以刚刚了解 我们流感急门诊的就诊人士 也开始增加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都希望能够确保市民朋友的健康 所以包括65岁以上 我们也开始施展 肺炎烈球菌的疫苗 那对于孩子 包括高中级以下 今天我们也在几个地方 校园开始施展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都会加强地宣导 让市民朋友了解 什麼時間 如何資格開始進行疫苗的施打 另一方面 雖然疫情趨緩 但是我們絕對不要輕忽病株它的風險 所以我們一樣會來施打新冠肺炎的疫苗 所以這一次我們除了規劃三種疫苗 針對不同年齡層 另一方面我們特別關心學校 還有在第一線 我們市府同仁服務市民的健康安全 所以我們這一次也特別開放 包括我們高中期以下 原本非公平疫苗的教職人員 另一方面我們市府在第一線林會的員工 服務人員 我們也讓他們來施打疫苗 那我想這一次我們開始施打 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機會 將相關的資訊讓更多市民朋友了解 這個時候我們希望能夠避免相關得到扭感 以及後續併發症的產生 施打疫苗是非常有效的一個方式 所以不管是告訴周遭的朋友 掌費或是關心孩子的健康 我們都希望把握這個機會 有相關的疑問都可以來詢問我們 政府衛生局 在上面有相關的資訊 所以大家利用這個機會 來進行疫苗的施打 那最後我也要謝謝我們研議所有的同仁 大家非常的辛苦 對於這一次施打疫苗在事前的準備 以及在人力的安排上面 規劃上其實非常的用心 也非常的努力 那這過程當中 我們也希望市民朋友任何意見 告訴我們隨時來進行調整修正 希望在整個醫療事項的過程 能夠非常的順利 最重要 希望大家都能夠抵抗健康 我們在什麼資格接種什麼疫苗上面 我們都有一些文宣有一些公告 那如果民眾不一定很清楚 可以看一下我們那些相關的公告 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說 直接到相關的醫療院所 那相關的醫療院所在接種上面 他們也有一定的流程 會去確認身份 那符合資格的呢 當然我們就會進行相關的公費疫苗施打 這是兩個方向可以去做 我想兩個方向來做 就是說第一件是 我們剛才疾管科有跟我們回報了 就是說如果家長他不願意他的小孩 在準備要接種的時候 其實可以問一下接種的護理人員 或者是醫師問一下今天 這個小朋友要接種的是哪一個廠牌 那如果是他不願意接種的廠牌 那也許不一定是高端 但是就是他如果不願意接種這個廠牌 那可以當下跟這個執行的護理師或醫師講 那他們可能就不會接種 因為接種疫苗要打在人的身上 還是要同意 那他不願意接種的話 那我們就是尊重這樣 那第二個我們會採行的方向 剛剛就如剛才市長所講到的 我們會再跟疾管署去反應這個情況 那由疾管署統一來決定 到底未來如果遇到相關的公費的疫苗 比如說高端等等 那老闆一般的民眾不願意施打的話 有沒有怎麼樣的方式 讓民眾也許挑選疫苗或怎麼樣 我想這個應該由中央統一來決定 左邊打流感 左手打流感 右手打肺炎鏈球菌 那接種的間隔的話 可以同時接種 沒有問題 那只是說 你不管接種什麼疫苗結束之後 還是要注意一下自己身體的反應 因為少數的人還是對於接種疫苗相關的 比如說阻劑等等 他會有一些不舒服的現象 比如說局部 那局部接種的地方 可能會有一點輕微的紅腫熱痛 那當然有的人在接種的當下 可能會身體不舒服 暈徵 或者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這些接種疫苗會引起全身性的反應 比如說 極少數人會對疫苗不適應 會發燒等等 這些 如果任何不適不舒服的情況發生的話 我還是建議市民朋友 可以回到醫療院所來讓醫師做專業的判斷 需不需要進一步的治療等等 那要澄清的是多數的疫苗接種完成之後 其實不需要進一步的 醫療上的治療 大部分的紅腫熱痛 跟局部的輕微的發燒等等 這些都會自然的痊癒 台北市今年公有378家流感疫苗合約醫院 提供接種服務 為了提升疫苗接種便利性 國小國中高中職及五專 醫治三年級採校園集中接種 預計辦理301場校園接種 另外12區公所結合理辦公處 設置539場社區接種站 鼓勵民眾可以多加利用 1 2 3 防流感打疫苗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隨著人口老化加劇 推估2025年台灣將賣入超高齡化社會 為了延緩長者出現身體衰弱 甚至失智失能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開設失智多元課程 永健班 希望促進失智長者身心健康 延緩失能 跟著體失能教練的口令 長者拿著彈力球將球高舉換手 或是將球夾在腿間 輕輕施力 透過彈力球運動 在安全的情況下 幫助長者訓練四肢肌耐力 我們課程安排主要是利用 剛剛看到的那個抗力球 瑜伽球去做運動 那這些運動會包含 例如說手舉高啊 往前推啊 這些方向性的定位 因為這些長輩們 他們有一些失智的狀況 那程度不一 有的很輕微有的很嚴重 那其實我們會是設計課程 原理是用MMSE的檢測方法 他是在辨別長輩是否有失智症狀的一個檢測 那通常會是心理師他們在評估長輩的時候 如果他們有失智前期狀況的話 會用那個做評估 那他們上有時間方向的定位 所以在做這些動作的同時 也在讓他們大腦做刺激 可能要往哪個方向上去辨認 那剛在教學的時候 我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禁止 所以他們要隨時即時的切換他們的方向 對他們來說大腦是一個刺激 然後我們希望讓他們的全身性都動到 就是手臂啊 那不會只有說只有往前 因為有時候長輩可能需要手舉高 然後下半身的肌力也要顧進去 對那因為有些長輩體力比較缺乏一些些 所以我們為了風險極限 我們還是以坐則為舉多 拿起畫筆緩緩寫下日期 再貼上照片 聯合醫院臨床心理師 則是透過藝術治療 帶領長者悠遊生命的河流 一起生活中的點滴 並且分享人生故事 那我們這次的課程 是主要是設計對於一些失智的長輩 那我們設計主要會依據他們的人生的歷程 然後每一次都會使用一些 藝術方面的一些媒材 然後來誘發他們能夠有動機 或者是能夠願意去分享 然後也比較能夠不會去排斥說他們自己的人生的經歷 然後會從他們的幼年時期 一直到現在的狀況 那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主題這樣子 那其實因為每個人在人生的階段到最後的時候 很需要的一個部分是要統整他自己的生命的歷程 那如果說他能夠對他自己的生命能夠感到滿意 或者是在一些回顧的過程中 他能尋求一些意義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人生或者是能夠更圓滿的 那所以在這些長輩裡頭 雖然他們現在可能說因為有失智的狀況 但是其實他們的人生閱歷是非常豐富的 那他們也需要這個機會 讓他們未來的生活可以更圓滿更順利這樣子 為延緩長者出現身體衰弱 認知障礙 憂鬱甚至失智失能的情況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結合在地資源 開設失智多元課程永健班 以運動 認知 書欣為三大主軸 課程每週一次為期三個月 期望將課程內容推廣到社區及機構 以延緩長者因機構化所造成的退化與失能 大同區在112年1月份開始 我們的老年人口數已經到了21.28 就進入了超高齡的社會 那為了預防我們長者的智能的退化 或者是說體能的衰弱 還有憂鬱甚至於是失能失智的部分 那我們跟運動中心還有跟我們社區的一些機構來合作 那設計了有關於這個預防 體能衰弱的一些激勵的運動 以及一些智能部分的一些訓練 一些多元化的智能教材 包含大富翁這個活動 讓長者可以在訓練智能的過程當中 也能夠多了一些社交的互動 那另外也跟聯合醫院的全關心理師有了合作 讓他們進入社區 提供長者一些紓壓的活動以及課程 那課程中長者也都得到很多的這個 這個體能在訓練上面的增強 以及能夠在智能方面的改善 那另外也能夠有一些紓壓的作品 讓他們回顧以往 讓我們的長者能夠健康的維持他的生命 非常感謝大統中心的那個整個的安排 對我們的這個裡面的長輩的照顧 那對長輩的一些活動辦理都非常的好 那也給我們長輩有很大的進步 也收穫良多這樣子 那對我們的員工正是有更好的那個學習的機會 讓我們員工知道如何帶長輩 讓長輩能有更好的 對他們更有幫助的一些活動 那對他們來講這是一種長長跟學習 那未來我們也會更努力 在這一方面對長照2.0跟日照機構這邊的幫忙 那跟配合政府 把這個日照機構的長輩照顧好 我們所有的長輩都是比較中重度的比較多 那因為我們的照護員 我們就是比較有經驗 我們都曾經有在安養機構照顧過長輩 所以我們收的長輩就是輕度的比較少 中重度的我們收的比較多 所以他們的功能雖然比較不好 那就是對他們來講是比較辛苦 但是他們就是很認真的在學習 也很認真的在做 也很認真的跟著活動這樣子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們的在認知方面 他們就是會學著搶答 會學著回答 會試著就是配合運動 所以對他們的肢體活動 跟他們腦部的活動 對腦部的一些他們的語言的表達 這認知方面對都非常好 就是有進步很多這樣子 根據統計截至112年1月底 大同區老年人口數達到 11萬2584人 老年人口率為21.28% 已進入超高齡社會 面對失智人口快速增加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期盼透過營造失智友善社區環境 擴展社區照顧服務資源 維繫長者健康 延緩疾病的發生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香火鼎盛的基隆市國家 新城福德宮建工45週年 小時候就住在附近的 內政部長林又昌 親自出席政扁 威夷責福祝賀 包括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威等人 也都出席參拜 福德宮管委會也特別捐贈輪椅 給基隆長庚等三家醫院 並且頒發獎助學金做公益 我們保留 把我們上這個賀扁 賀扁高選 化蓋債 內政部長林又昌 特別頒發扁額 威夷責福 給基隆國家新城福德宮 祝賀福德宮建工45週年 也回憶起自己的兒子去世 45年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搬來這邊 然後他就有了 那個時候廟不大 小小間的 不過我們小時候都在廟的前面呢 在那邊玩 玩很多的小朋友的遊戲 所以充滿兒時的一個記憶 所以特別回來祈福 也祝所有的市民朋友 還有國家新城的鄉親 大家永遠健康平安 民國67年建工的國家新城福德宮 祖士福德政神 是周邊五福常樂 及六合等里的信仰中心 慶祝建工45週年 宮廟館會 特別捐贈輪移給 基隆長根醫院等三家醫院 更長年贊助 常樂國小清漢學童 營養午餐及學雜費 還有歲末關懷 周遭三里清漢家庭 希望將信眾 對土地公的感謝化為大愛 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會贊助我們常樂國小的 弱勢家庭的學生的午餐 也經常就是每年都有舉辦 年中弱勢家庭的寒冬送卵給紅包 然後也發動我們商圈裡面的 這些商家給大家連結用品 來自大德的所有的香客錢 那麼我們想去回饋 回饋地方上的一些弱勢團體 所以我們第一個想到就是 常樂國小的一個低收入戶的 一些所有的學子 因為每一次到學校開學的時候 學校總是不夠他們的那個學雜會 還有一些的營養午餐都不足 不足的時候 以前他們是曾經有愛心 他們有成立一個愛心 但是一直都不夠 那後來我們就開始 希望能夠福德公這邊能夠 能夠協助他們的這些不足的部分 所以從開始一直到現在 已經有25年 金融市副市長邱佩玲 代表市長謝國良 率領金融市政府 民政處長張元祥 警察局長張樹德 及安樂區區長 檢疫者等人前來參拜 感謝福德公長期行善助人 發揮安定社會的力量 福德公45週年是金融的驕傲 我覺得他可以安定人心 這邊有數千戶的居民 我常常說人心定了社會就安詳 非常謝謝福德公的幫我們社區 幫我們所有金融市民做很多的事情 非常感謝也非常榮幸 金融市議會議長佟 同志委及議員鄭凱琳 鄭文廷 吳化家等人也到場致議 同志委更驚喜發現 爺爺清安宮主委同勇 曾捐贈福德公良柱 我想阿公真的是值得我的敬佩 然後我今天來這邊跟大家打招呼 也非常高興 尤其今天特別是中秋節 那我們每一個議員 像吳化家議員 還有鄭凱琳議員 還有鄭文廷議員 都會起來跟大家同歡 我想民意代表也非常用心 希望我們的這個土地公 可以保佑大家平安健康 福德公還在現場舉辦 摩采活動 內政部長牛昌 及金融市副市長邱佩玲 更當場捐出紅包與民同樂 期盼在土地公庇佑下 市民都能和家平安健康快樂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 距離明年總統和立委選舉 進入百日倒數 金融市率全國之先 成立信賴台灣體育會後援會 強調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和立法委員鄭文廷 將發揮運動家精神 人絕不認輸 一步一腳印 爭取市民支持 希望贏得最後的勝利 民進黨前主席卓龍太 將會期交給會長張浩漢 現場賴清德當選生不斷 這次基隆市新來台灣體育後援會 成立現場 基隆市率全國之先 成立賴清德體育後援會 讓卓龍太大委肯定 直說基隆隊又拿下一面金牌 基隆真的是一馬當先 我們全國體育後援會 11月8號才要成立 那基隆已經率先在今天 所以今天再給基隆隊一個金牌 全國體育後援會的第一塊金牌 接下來就給基隆了 先成立我們的體育後援會 代表我們基隆在地民眾 對賴清德跟鄭文廷支持的決心 我想非常的感謝也非常的感動 後續賴總統也會陸續的提出 我們相關的國家體育政策 在他行政院長任內 其實對有制定的這個 黃金十年計畫 對我們的不管是奧運 亞運的選手都非常照顧 連國訓中心也是在賴院長任內 來整修完成 除了在國內各個縣市成立 信賴之友會與後援會 在國外部分到9月為止 賴清德已經在43個國家 106座城市成立116個後援會 向號召全球僑胞 1月13號投票日回台投票 用實際行動支持台灣民主 現在進入到10月 我們的整個選戰計畫 是進入最後選戰的100天 是要所有海內海外的後援會 都能夠回到各個後援會所屬的 城市社團組織裡面 再一次發揮後援會的力量 喚起大家出來踴躍投票的精神 國內我們都說2024團結一致 支持賴清德跟我們所有的 立委候選人 在國外我們又加了一句 1月13相約台灣 回到台灣共同來完成這一次 人民偉大的民主力量 我們看到很多海外的台商 很多海外的台僑 也因為我們周主席還有我們 許多立委都有參與 也表達願意在明年的回到台灣 來支持賴清德 那我相信很多的立法委員 長期來都有努力工作 海外的工作 那這一切都是過去的努力 在我們這次選舉 我們希望能夠順利的開發結果 那在我們賴清德賴總統 未來的領導之下 我相信整個海外的台灣人 跟國內台灣人 心裡都會在一起 團結在一起 賴清德海外後援會 可以說是破紀錄 過往運營的這個候選 並沒有這麼多的後援會 我認為主要原因是 外在情勢的變化 包括台灣的國際地位的提升 台灣的整個國際關係的拓展 以及價值民主同盟的增加 這些都使得海外後援會 蓬勃發展一個關鍵因素之一 更期待的是明年的1月13號 有更多海外的僑胞 會回來投票 來助長這一股民主的力量 幫助賴清德能夠順利 當選台灣的總統 記者張啟燈金融報導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核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 徒刑給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核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核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台北市第一座三級處理的民生水資源 再生中心工程正如火如土趕工中 其中淨化污水核心的MBR薄膜 在台北市長蔣萬安按鈕啟動後 正式下水安置 預計明年9月完工後 每天可以處理4萬噸生活污水 並且產製1萬噸的優質再生水 被台北市長蔣萬安細稱像面線一樣細的MBR薄膜 卻是進化污水的核心設施 連大腸桿菌都可以過濾掉 所以MBR薄膜就是這個生物處理的核心 它是藉由它0.04μm的孔徑 來過濾污泥跟大腸桿菌 把它攔除在薄膜之外 所以產製的水質是非常透明清澈 我們是先將模式放到那個生物反應石裡面 當系統運轉以後模式會產生負壓 然後會產生產損 它因為這個模式的孔徑只有0.04μm 所以大概是這個底肩的萬分之一 所以大部分的污泥跟 甚至連大腸桿菌都會被過濾了 1 請啟動 在台北市長蔣萬與市議員秦慧珠 張文傑等人共同啟動下 台北市首座三級污水處理廠 民生水資源再生中心的核心設施 MBR伯模模組正式下水 未來每日可處理4萬噸生活污水 並產製1萬噸再生水 對台北市邁向環境永續的目標前進一大步 到2030年台北市污水處理完全自主後 三級污水處理率的世界排名 更渴望超過美國大城洛杉磯 因為我們第一座 台北市第一座的污水三級處理 它的核心就是MBR伯模技術 而MBR伯模技術就是水質淨化的心臟 而這個心臟的下水 其實就表示我們離完工 邁向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而我們特別以民生社區做一個範區域 我們希望未來能夠不只是民生社區 包括河濱公園以及松山機場 國際貨運點都可以透過我們這樣的技術提供再生水 那同時我們剛剛聽過報告 未來也建置了6600公尺的再生水 輸水管網 我想這些都是對於我們社區 對台北市未來整體污水的進化的技術再次提升 台北市我們因應極端氣候 必須做好萬全的準備 包括5月12號我們也參加了 翡翠水庫原水管工程的貫通典禮 那預計明年年中就會完成通水 那同時我們也希望2030年我們的污水處理 能夠完全的自主 而且希望我們的三級處理的比例能夠達到50% 屆時我們在全世界各主要層的排名就往上提升 我看了那個表我們就會超越洛山機 當然我們希望能夠不斷的進步 根據統計 台北市目前污水接管普及率達81.63% 為全國最高 長度可以繞台灣兩圈半 由於目前台北市還有30%的污水 要運送到巴黎污水廠處理 為了因應未來生活污水量的暴增 台北市政府規劃2030年 台北市污水處理人完全自主 而民生水資源再生中心就是第一步 接下來還將興建濱疆廠及設置島廠 我們現在主要大的計劃在民生資源中心完成之後 後面其實還有兩個 一個就是在冰江水資源中心 那目前這個計劃已經送到內政部去做這個 增收的相關的審議階段 後續我們是預估在今年底到明年初 能夠開始啟動這個工程 那另外就是在設置島的部分 設置島是一個我們市政府區段增收的計劃 那那邊的這個整個開發 其實如果能夠在那邊有一個水資源中心 就近來處理區段增收所發展出來的 都會形態的這個污水的話 那對周遭的環境也是有很大的幫助 衛攻處方面同時說明傳統二級污水處理場 與三級處理場的放流水質差異 新加坡也採用這一套先進的撥摸技術 傳統二級處理主要是藉由生物池裡面的微生物 來將污水中的有機物分解 分解完之後經過二層池 再把二層池裡面的污泥利用重力來沉降 達到固體跟液體分離的效果 所以它所需要的面積比較大 處理的水質也比較沒有那麼好 那我們一場採用了三級處理技術 污水經過這個回塞機過濾燃除雜物之後 就會進入這個生物池還有MBR的過濾單元 可以將有機物進一步的過濾 所以處理的水質非常好 然後再經過紫外線的消毒殺菌之後 排放到基隆河 然後一部分可以收產自成再生水 以民國九十一年廚役的民生污水處理場 作為基地建造的民生水資源再生中心 工程總經費21億八千萬元 民國一百年四月開工 預計明年九月完工 主要收集南港松山信義等區的生活污水 處理後就近排入基隆河 園區內除了地下層的三級污水生物處理機房 還規劃有包含環教館在內的七層樓建築物 未來結合摘水松山家站 及敷衍公園等周邊設施 將成為完整的水資源環境教育園區 記者張綺騰台北報導 在台北市大安區龍森里內 位在復興南路二段220號的龍鳳公園落成啟用 龍森里里長沈鳳雲就特地邀請大家來現場遊玩 捷運科技大樓站對面的龍鳳公園上週末落成 在地龍森里沈鳳雲里長廣邀各級長官及民眾 一同參與典禮即中秋佳節活動 包括副市長林毅華北市客委會徐世勳主委 市府多個局處及附近國校國中校長 以及多位議員及主人參加 鄉親里民也踴躍參與熱鬧非凡 大安區龍森里112年的中秋佳節 以及龍鳳公園落成典禮 我們今天也非常高興 來了很多單位來跟我們共襄盛舉 來了很多禮民來一起共歡 我們屬於龍森里的一個慶祝活動 單位我們今天有台北市環保局 以及噪音科以及資源回收科 還有台灣電力公司國稅局 還有來了三十幾個單位 還有我們台北市客委會提供了客家一些美食 以及客家麻糬 供現場觀眾來品嘗 那時候來到社會住宅 就真的因為我們里長很堅持 所以從他這個剛剛講故事 就現在換到蔣市長 蔣市長都說我們要請聽民意就對了 聽里長有時候對地方上什麼建議 就一定是大家的最大的聲音 所以呢你看我們今天做的公彈都更 又讓龍森里多了一個公園出現 然後再來連通道 尤其我們大家以後過馬路 不用擔心會有危險 還有呢我們長輩的照顧 還有現在講市長都希望他多生小孩 但大安區非常缺什麼 缺拖音 所以我們以後這邊是全部應有盡有 非常的各種社區的功能 真的是完全什麼 大家想到什麼就有什麼 好真的是要非常感謝 再加上我們又好的學區啊 你看一條龍啊 從這個有拖音中心 到了幼兒園小學國中天啊 這麼好的學區 所以我們這邊真的是好上加好 我們再給龍森里一個掌聲好不好 今天很高興來到龍森里 那一方面是一個中秋節的活動 那沈鳳雲里長真的非常的熱心 龍森里有沈鳳雲長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事 所以在這個佳節先祝大家中秋愉快 那另外今天也是我們龍鳳公園開章 所以說將來我們龍森里也會多一個居民休閒的空間 所以真的希望我們這個龍鳳城翔 我們龍森里就是大家平安幸福 因為我們的孩子來自於龍森里 所以平常就跟省里長有非常良好的互動 那省里長呢他用心於社區 所以呢也是照顧我們的孩子 所以省里長有任何的活動 我們一定全力支持以及參與 這個就是代表學校社區一家親 謝謝省里長的邀約啦 今天龍門國中的合唱團 也會在這個中秋節的演藝會活動上面會有演出 那學校跟社區本來就是要結合在一起的 我們非常樂意參與這樣的活動 也讓孩子也謝謝里長提供一個舞台 讓孩子有所展演 所以我們會更緊密的跟里長這邊來做合作 開場表演就由湘英國樂團帶來客家經典歌謠 推廣傳統民俗音樂 同時促進社交把客家音樂傳遞給大眾 我們今天前面兩首表演的是客家歌曲 一首就是身邊很強 大家很熟悉的 另外一個就是他們客家的國歌 客家本色 這兩首也代表客家的風格 我們湘英國樂團正式用湘英名稱是在民國90年 那他的前身是在86年的時候 原來是一個小班子 後來因為經過客委會的協助 我們這90年成立了一個大協議 團員大概有80個人 團員當然來自各地的 裡面有大部分大概都是 退休的公教人員 還有家庭主婦 當然也有一部分 他本身是學過這方面的 有專門學過這種活躍樂器的 包括這些科班的 所以人員我們講實在話 最主要是給大家一個休閒 所以我們都沒有很限制說 你一定要會怎麼樣 你只要能夠跟著我們拉就可以了 我們當初成立的時候 就是要發揚這個客家的音樂 因為客家在我們那個年代 大概90年的時候 因為客家的音樂 尤其在國樂方面 講實在他的曲子很少 那有大部分都是唱歌 客家歌比較多 那客家歌它也並沒有廣泛的推廣 只限區域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花了很多時間去 重新協助客家音樂 然後我們每一年定期 會在中山壇辦一個定期音樂會 這個龍鳳公園 我覺得感覺很好 我也是第一次來的 很漂亮很舒適啊 很漂亮說啊 那我們里長很盡心盡力啊 那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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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勝利 陳鳳雲里長 不僅為在地謀福利 爭取空地綠美化 讓大眾多一處休閒空間 同時也為客家文化傳遞努力 在中秋前夕 與鄉親黎明 在地人士一同歡度週末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為了深入社區表達 反毒打炸和茶會的決心 台北市警察局中山分局 舉行聯合社區治安會議 暨校園安全座談會 邀請轄區內的民意代表 里長 學校代表參加 搭起警民雙向溝通的橋樑 因應明年1月 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 中山分局治安會議 特別邀請台北地監署檢察官 進行查會選 防止暴力宣導 加深民眾對會選暴力 賭盤及假訊息介入等 不法犯行的了解 我們如果說是被行賄的話 那我們就是接受了 那我們就有可能是受會罪 受會罪的規定會 在刑罰上會比較輕 就是暫停一下 但是還是有刑罰的 就是說如果我們有要求別人 賄賂或是期約或收受賄賂 或其他不正利的話 那我們也可能會構成受會罪 什麼叫做所謂的賄賂跟不正利 其實在法律上來講 因為它這個體會在現實上 可能有很多種不同的形式 那當然錢財的部分大家都知道 這個就是所謂的賄賂 那其實會比較難判斷是所謂的不正利益 不正利益大概可能的形態就是說 例如說一些招待啊 餐飲啊獎品啊 或是旅遊交通採券或是帶繳一些 比如說威貝啊或是耳睡 然後法管等等 這個都算 其實我們以前主廚的電話以外 還有新的這個通報的管道 那我們在選舉期間 我們會設立LINE的帳戶 那如果說各位有需要提供其資的話 也可以通過LINE的帳戶 跟我們地檢署反映 那到時候我們在地檢署 做出去的海報上面 都會留下URCO 隨時都可以掃滿加入LINE好友 也可以跟我們地檢署反映 那我們這邊是會有專人 負責閱讀各位堅決的情資 惠中中山分局相關單位 更特別針對誓詐反讀進行宣導 剖析各式詐騙手法 像是假投資假監禁等 保護民眾財產 以及宣導新興毒品危害 避免民眾或學生成為無辜受害者 今天召開社區治安座談會 然後包含校園安全的一個座談會 我們一起來舉辦 那今天除了我們的相關的民意代表 的辦公室以及我們各的里長 包含我們今天也特別邀請了台北地檢署的主任檢察官 來到現場來做這個我們即將的總統 副總統以及立法委員選舉的一個反會選的一個宣導 另外我們也邀請在地的很多意見領袖等等 我們的名利、尋守隊等等 我們做一個中山分局轄區治安狀況的說明 以及我們平常的相關的防詐部分的宣導 希望藉由我們今天來與會的人員 包含學校、一些老師、主任等等 希望能夠幫我們來多做誓詐 尤其是現在當前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就是打擊詐欺犯罪 我們希望利用今天的這個機會來做宣導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青少年犯罪的問題 包含接觸毒品 包含被幫派吸收 甚至成為詐欺集團的這個成員 這都是我們今天一個宣導的重點 透過聯合社區治安會議 暨校園安全座談會 中山分局與轄區民眾面對面近距離溝通 聆聽民眾對治安建言 達成警民合作目的 搭起警民溝通橋樑 共同維護中山區的治安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台北市政府配合交通部推出交通安全月活動 透過經費補助鼓勵年輕市民 考取機車駕照前 可以先上駕訓課程 降低違規和造勢風險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以最近爆紅的 三道猴子的一聲影片 提醒車友享受標速快感的同時 更要注意安全 我身為駕駛人時 經路口遵守停車 讓行人先行 我身為行人時 遵守行人號制 走在行人穿越道 不滑手機 隨時注意周遭狀況 台北市長蔣萬安大聲宣示象徵 維護交通安全的決心 9月是開學季 許多大學陸續開學 不過根據台北市歷年交通事故統計 9月起到年底 也是交通事故號發期 其中機車事故更佔了77.6% 因此台北市政府配合交通部 9月交通安全月活動 推出機車新學期 安駕斗陣型補助計劃 向鼓勵年輕人 考取機車駕照前 先上駕訓課程 針對領取機車駕照前三年 我們發現發生事故的比例 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們也推出相關的措施 也就是希望我們的年輕朋友 當你滿18歲很興奮 要去考機車駕照的時候 之前都能夠上我們的駕訓課程 所謂的駕訓班 我們也提供相關的補助 我們配合中央我們總共補助 3700元 鼓勵年輕朋友考駕前 先上駕訓課程 我們發現經過統計之後 上了駕訓課程之後 考取駕照上路以後 能夠大幅降低造勢的風險 可以降低56%的違規風險 降低35%的造勢風險 教育局長謝明洪進一步表示 駕訓班課程補助分為場訓 及考照後的道路時機體驗 北市府與中央共補助3700元 呼籲市民多加利用 一個場內的訓練 一個叫做道路的訓練 一般他們的收費大概都4000多 那我們為了要鼓勵學生 就是去場內 給教練去教導 比較完整的那個騎乘技巧 而不是在路邊 給朋友給爸爸媽媽這樣去學 我想這個這樣的差別 所以我們鼓勵這樣的一個性質 我們自己台北市政府有補助1300元 每一個學員 那至於考完以後他拿到駕照 我們也期望學生在教練的整個帶領之下 實際上到道路去體驗一下 道路可能的風險 駕訓專家強調 目前國人考取機車駕照 主要還是以自學為主 因此透過駕訓課程 讓學員有系統的學習安全駕駛 才能將事故發生率降低 透過一個課綱式的一個教學 比較能夠將一些操作的細節 就是有系統化的教學下去 那這樣的話 因為本身摩托車在操作上 它本身是很需要靠這個 肌肉協調的一個交通工具 它並不是一個非常非常穩定的交通工具 所以透過駕訓的過程 可以將這個 這個事故的發生率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比如說在解析煞車的訓練 那在時速大概60公里的情況下 能夠把車很穩定的把它停下來 其實這個是需要不斷的練習 講完透露 在長子大寶建議下 自己也看了最近爆紅的YT影片 三道猴子的一生 看完後覺得非常寫實 也更期盼年輕朋友 考取駕照前先上駕訓課程 保護自己也同時確保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當自己認為技術純熟 技術很好 更要特別留意 我想不只是保護自己 也要確保其他用路人行車的安全 響應交通安全月 即日起到9月20號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也推出問卷抽大獎活動 更將在三處人潮聚集地點辦理快散活動 宣導人本交通停浪文化 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是車輛駕駛人 也可能是行人 彼此理浪尊重 才能建構安全友善的交通環境 記者 張祺騰 台北報導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盒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 徒刑合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盒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盒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导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您好歡迎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112年度公費流感疫苗 10月2號開始進行第一階段注射施打 符合資格的對象 包括年滿65歲以上長者 以及孕婦和出生六個月的嬰兒父母 和醫事防疫人員等等 另外滿65歲以上的長者 也可以同時加打新冠肺炎疫苗 XBB以及肺炎鏈球菌疫苗 最多三種疫苗可以同時施打 基隆市衛生局長張賢正也帶頭 同時施打流感和新冠肺炎兩種疫苗 讓長者們安心跟著接種 在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以及市議員 張耿輝一起陪同關心宣導下 基隆市衛生局長張賢正帶頭到七堵衛生所 同時施打流感和新冠肺炎兩種疫苗 左手打流感右手打新冠肺炎 讓長者們安心跟著接種施打 張賢正也呼籲符合資格接種流感 以及新冠肺炎疫苗的長者和民眾 帶著健保卡身份證以及新冠肺炎疫苗 黃卡就可以到本市 51家合約醫療院所以及128處 社區接種站接種 那在流感疫苗的部分 我們今天第一批開始 除了我們65歲以上長輩之外 另外如果我還沒有滿65歲 但是如果我有慢性疾病 重大的慢性疾病 重大傷病 然後或者是罕見疾病 那這些我們今天都可以開始來打流感疫苗 那其他的年紀會陸續開放 另外在學齡前幼兒 幼兒園還有學校 這些也都在今天可以開始接種 校園我們會進到學校來打 我們呼籲我們的阿公阿嬤 今天開始就可以出來接種疫苗 我們一隻手打流感疫苗 一隻手打新冠的XBB疫苗 就可以獲得兩大類的這些疾病的保護 符合流感疫苗接種資格的市議員 張耿輝也跟著接種流感疫苗 而陸續符合資格經過衛生所醫生評估的 許多長者們也都跟進衛生局長 長張閑政的呼籲同時接種流感 以及新冠肺炎兩種疫苗 大家怕煮 我說我煮這樣是好的 我都要求這樣比較好 所以今天煮兩種不同的 你也覺得這樣應該做 都應該做 都應該做 對啦 自己比較有信心一點 所以醫生說可以打 所以你就打兩種就對了 對啊 相信醫生啊 反正早晚該打的 保護 先保護好自己 其實一大早 許多接到通知的長者 就已經陸續到七堵衛生所門口排隊 服務最熱心的副議長楊秀鈺 以及市議員張耿輝 更是親自搬水以及送水給長者們 以及衛生局的醫護人員和志工 方便接種疫苗的長者民眾和工作人員 都可以補充水分 在這邊就是呼籲鄉親要多戴 還是要勤戴口罩 然後就是要勤洗手 最重要是到公共場所 最好是戴口罩 因為這個 你知道這種病毒是很可怕的 它是口莫傳染的 所以它到底在哪裡 我們無所不在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注意這些小細節 為了保護自己也親友的安全的話 一定要配合來施打 施打器一定要來施打 那也在這邊也呼籲 我們所有的市民的話 你有咳嗽的話 務必你要戴上口罩 不要傳染到其他的人 那大家一起守護自己的健康 此外往年需要年滿71歲 才能接種肺炎鏈求菌疫苗的長者 今年10月2號開始 曾經自費接種過肺炎鏈求菌疫苗 並且間隔滿一年的65歲以上長者 更可以同時接種公費肺炎鏈求菌疫苗 也就是同時間可以接種 流感、新冠肺炎 以及肺炎鏈求菌三種疫苗 那今天我們先開始接種的是提供給 曾經已經打過自己花錢打過自費疫苗的 今天開始就可以打肺炎疫苗 所以你可以一隻手打一隻 一隻手打兩隻總共打三隻針 所以我跟大家阿公阿嬤說 反正我們今年65歲就可以煮肺炎疫苗了 這是因為比較複雜 我們就要讓大家煮更好的 先煮更好的 配合中央的時間不要亂去 所以我們就叫通知 有的人10個車我們就開始來煮肺炎疫苗 有的11個鎖 大部分人11個鎖來補煮肺炎疫苗 好 所以我們鼓勵大家 站出來煮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 時間到了時候煮肺炎疫苗 好 基隆市衛生局表示 65歲以上長者只要接種完任何一種疫苗 就可以領取實際的快篩劑 如果完成新冠肺炎XBB疫苗接種 可以另外獲得500元超商禮券 打疫苗保健康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基隆市政府響應雙十國慶活動 讓市民在基隆也能夠感受到 國家喜慶的氛圍 市政府宣布將從10月1號到11號晚上 7點到9點在文化中心外牆 輪播國旗飄揚的動畫 邀請民眾共同來感受國慶的喜悅 國慶日即將到來 是國家一年度的重要節日 政府各區公所在路上插滿國旗 旗海飄揚相當壯觀 數千面上千面的國旗 因為每一個區公所大概以150面的量 然後再加上原本這個社會處也有 原本估計也是近千面的國旗 還有公務處也在我們高速公路出口處兩側 所以未來高速公路出口就可以看到很壯觀 非常數量之多 數大便是美這樣的一個 旗海飄揚的一個景色 那其實在基隆市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的港口城市 其實不只是國慶日 其實平常我們的船舶進到基隆港 就必須要懸掛國旗 慶祝中華民國生日 政府規劃在文化中心外牆 作為城市大型投影霧漫 播放國旗飄揚畫面 那我們今年會在我們的文化中心的外牆 就像上一次我們舉辦夏日記者 夏日電影院一樣 我們會再用投影的方式 在我們文化中心的白色外牆上面呢 會播放我們國旗的一個動畫 那這個動畫呢總共是30秒鐘的一個時間 我們會以有愛城市的人物與精神 那象徵著我們基隆的活力創新 30秒動畫 將以有愛城市人物和精神為主軸 播放時間橫跨中秋節和國慶日兩大連假 連續11天晚間 讓大家一起感受國慶的氛圍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台北市迪化街知名的老店老學針 關懷弱勢族群推出的老協真廟宇巡迴 愛心米寶發放公益活動 特別到基隆中山區聖安宮大甲媽祖廟 總計發放600戶弱勢家庭 3600個愛心米寶 謝謝您的大名 不帥 沒問題 記得我們要馬上吃完要放冷凍 基隆聖安宮舉辦米漢堡愛心發放活動 由台北迪化街老店老協真發起 一大早廟裡排起人籠 民眾領到愛心米漢堡 覺得相當感動 我每天早上都蒸給小孩子當早餐 他上班的時候就放在電鍋 我出去上班 我就給他蒸在電鍋 他要去上班的時候 就直接拿來吃就可以了 還好今天 很方便 真的 比那個人家西式的漢堡的那個 還要好吃 開心開心 怎麼還要開心 沒辦法在那裡 補充來吃這個 沒辦法清新開銷 為了保持米漢堡的新鮮度 冷凍貨櫃車直接開到三安宮廣場 總計有六百戶弱勢家庭受惠 發出三千六百個愛心米漢堡 感謝老協真 在疫情三年前 他們就在各地發放米漢堡 所以說今天在我們社區和平裡發放 要謝謝他們 對關懷一些弱勢的 在中秋節前夕 送米漢堡給大家 關懷大家 老協真三年來已經走遍二十幾個縣市 全台三十間廟宇 發放愛心米漢堡活動 首次來到基隆山宮大甲媽祖廟 讓受惠的家庭相當感動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道 感謝您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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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次的見面 按篩個人的評分 良辰美景及欢欣 中家宽屏祝您中秋节快乐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工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够讲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能够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呼气酒策值达零点二五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十八岁的同车乘客 三酒驾在犯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刃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